咱就是说二哥的破包袱到底有什么魔力 不但在台上用破包袱将师叔们团面 在台下也成功地给师叔们洗脑 多次在节目中提到二哥的破包袱 近日杨九郎在参加毛雪翁时 对于杨九郎频繁地抖包袱 李雪芹直呼毛毛救救我吧 而杨九郎则表示这都是二哥跟他说的 包袱要以量取胜 总有一个包袱会想 当然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 在综艺节目中提到二哥的破包袱 在之前孟赫棠在毛雪翁中 也跟李雪芹提到过二哥 孟赫棠表示 在乐哥徒弟刘晓婷身上就学会一点 无论包袱想不想都要多抖包袱 哪怕只想一个那也是成功了 不得不说二哥已经成功地给师叔们洗脑了 如今以量取胜的抖包袱已经深入师叔们的骨子里 也得到了师叔们认可 作为德云社的小自辈的演员 能成功地将自己的经验分享给自己的师叔们 并且得到师叔们的认可 二哥的破包袱到底有什么魔力 刘晓婷虽然叫郭老师徒弟师叔 但他是跟着九字科和肖字科 一起在德云传习社学习的学员 所以基本功非常的扎实 这也为他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破包袱之所以称之为破包袱 那是因为真的会不响 甚至会冷场 周公姓什么 周公姓周啊 周公姓周啊 那公公呢 周公就得称周啊 那公公呢 姓公 所以在台下刘晓婷无时无刻地不再抖包袱 对着师叔们抖包袱 那种执着的精神连队长孟赫棠都感动 经过坚持不懈地练习 如今二哥能在台上能随意自如地抖破包袱 甚至有一段时间二哥演出后 抖音上全是二哥破包袱的集锦 成功地被二哥破包袱洗脑 翻译一下 不是来告诉你们啊 这个是二波口 哈哈哈哈哈哈 我当我当睡伤 帮我转随一年 要说魔力可能就是二哥的这份坚持和执着 再加上二哥独特的展现方式 有的时候虽然包袱不可乐 但经过二哥讲出来有着独特的韵味 再加上二哥的动作和神态 让人不由自主地享乐 也让观众慢慢地喜欢上二哥的破包袱 甚至连师叔们都跟着一起学习 就连周九梁在的时候都安排刘晓婷攒底 足可以看出刘晓婷的人气 期待二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破包袱 二哥的垮调已经在师爷面前展示过 不知道二哥的破包袱 什么时候在师爷面前展示展示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